这台A186在FC面前就是个弟弟 感觉好像地图瞬间就放大了一点几倍一样 那这台车架呢是由井的作者麻设计的 然后是由我来做测试 目前呢已经测试了好一段时间了 几乎每隔几天就更迭一代新的版本 这台车架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 已经在计划储备量产 正式量产的时候大部分的零件是采油铝合金加工的 颜值非常值得期待 这么看可能比例还不够清楚 我们这么看一下 跟1比24对比 然后跟1比10对比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台车架 这个比例虽然小 但是像阿克曼的快条悬挂 像1比24有的它几乎也都不缺 所以它最终的一个跑图 还有操作的一个手感 其实跟1比24十分接近 这点我是越玩越兴奋 另外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像这么小的比例 电射怎么办 那其实它是可以通用1比24的接收器 陀螺仪 还有电条的 但是呢就指目前来说呢 是只有有刷可以选择 舵机和电机是比较小的规格的 这里我拿一个1比24用的130有刷电机 我们做一下尺寸的对比 可以看到这个尺寸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目前圆形车的这个状态 由于很多的键都是尼龙打印 所以精度方面呢 肯定是不如金属加工的高 但是目前刨起来的一个状态 我是感觉相当的满意 那话不多说 我们下地刨图试试 解决于小时的活 지역 在那边看到不硬于是不正硬于是不正硬的 有点硬于是不正硬的 但,要不要直键 是不正硬的 我看完了 我看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台车在量产的版本 预计大部分的零件都是铝合金加工 包括金属轮毂 如果你也对它感兴趣的话 记得私信我 回头正式发售的时候 找我领取粉丝福利哦 最后感谢收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记得甩出你的一键三连